我們剛剛做的事情 包含就是說讀取那個什麼 外部的會員資料有沒有 那我們原來是用read嘛 不用realize 所以我剛剛也有試著 詢問一下那個chargeVT 我就問他說 那很簡單 請幫我撰寫一個讀取member.tst的python程式 就這樣 沒有太多 就這樣喔 他就看懂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chargeVT他其實不太需要跟他講 非常瑣碎的東西 因為我們就是需要 那你如果將來你的這個member.tst 是在某個路徑的話 那你就跟他講哪個路徑 比如Cmail斜線的什麼資料夾 斜線裡面的什麼地方 那他就知道 而且他會拿這個路徑來用 OK 那你會發現他就幫我寫出來了 不過呢他的寫法 各位有沒有發現 他的寫法是寫這樣 他用v10 然後空一格open 豆點r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好像跟我們寫得很像 只是我把f等於open 有沒有 把f寫在前面 那你會發現他這個地方 他用的那個物件名稱叫做file 那我縮寫 我把它打成叫f 所以其實這樣的寫法 有沒有 跟我那個寫法 其實最後的結果會是一樣的 那只是說看個人 你習慣記這樣的方法你就記這樣 你習慣記我的方法就 反正兩個結果是通的啦 OK 可是我相調之下 我覺得我剛剛寫的比較簡單 比較好記 像這個fue法的話 比較麻煩 因為開頭一定要v10 然後v10一定要冒後 你打錯也不行 所以如果你 那後面的話你會發現一樣 這個file.re有沒有 一樣吧 那只是說他前面多了一個變數啦 我們之前好像用s啦 可是你不用s也沒關係 你就是直接把file.read放在print 那結果不是一樣嗎 OK 只是說他的寫法少有不同 變數少有不同 其他都一樣嘛 沒什麼不一樣 OK 所以其實像這種東西都是 你到哪裡都一樣的寫 但是我發現 寫成v10的好像是比較多的 所以你看那個Google查一下 別人寫的好像檔案存取都喜歡寫 這樣的方式 寫我那樣的方式好像比較少 不過兩個都相通的 看你習慣前哪一種都OK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希望讀取的是前十列 結果我也跟那個 所以我把上面這個問題再複製 貼到底下 然後再問他 我只是多了什麼 的前十一列資料 有沒有 就是跟他講說 我要的不是 這裡面全部的資料 我要前十一列 那我發現他也蠻聰明的 他馬上看懂耶 所以其實我覺得跟ChargeV溝通 其實也沒那麼困難 他好像都還蠻看得懂的 那你會發現他哪邊加了 一樣你會發現他一樣改成什麼 改成realize 有沒有 然後呢 只是說他是在realize後面加上範圍 而不是在range裡面加的範圍 那各有優缺點 反正看個人習慣 那你會發現他中瓜湖裡面 應該是0冒號11才對 可是你說是為什麼他有0不見呢 跟各位講 如果是0的話是可以省略 只有0 你其他不能省略 OK 0可以省略 就像說我們剛剛寫的這個程式一樣 如果這個range裡面是0開始的話 這個0斗點是可以省略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那個什麼 奇怪為什麼range後面沒有0開頭 直接是11 那表示說他是0開始 如果是0開始可以省略 但是如果你不是0開始 比如說1開始不能省略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當然這個就看個人習慣寫法 有的人習慣把它省略 那我的習慣是我怕我把它省略 有些東西看不懂就麻煩了 所以還是盡量不要隨便省略 好 那底下的話一樣 所以他是先給先抓到realize之後 直接把本來50個會員 直接就取到第10個 放到lize裡面 然後底下的回圈寫法不太一樣 他是for light in light這個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寫法其實就是 所謂的for each的寫法 只是說他鋪略了一曲啦 所以應該是for each 這個light這個裡面 總共有標題加10個會員 他是逐一逐一一個丟到前面這個變數 所以他會先藍位名稱 然後一樣我把它strip 那你會發現喔 strip你會發現他那個刮符後面 他沒有加任何東西 如果沒有加任何東西 其實就清掉前後的東西 通常是空白啦 或者其他的 你們我看一下 如果我剛剛這個地方 假設我這個 這個沒加的話 他會不會也ok呢 像他那個地方沒加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沒加的話 其實也可以 所以他一樣會清掉頭尾的這個字圓 ok 不過我習慣啦 還是加一下 比較知道到底要清什麼 不然的話有時候沒有加 感覺好像不踏實 ok 所以這個當然也是兩可啦 你們也可以再參考chargeVD裡面的 然後他是用for each的方式 逐一逐一的把資料通通讀出來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這個另外一種寫法 那縫迴圈有兩種 一種是for range的 一種是for each的 那兩個都可以啦 不過我還建議 如果你是初學者 你對迴圈不在行的話 那我建議你就記一種就好了 不然你記兩種最後 到底哪一種比較好 你最後還反而會混亂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順便講一下 我把問題丟給那個trailgbt 發現他其實也真的能夠給我應該的答案 所以這個也是滿值得參考的 好 那再來的話呢 當然我們就是再來看我剛剛提到的那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希望只取姓名跟手機那該怎麼做 所以這邊一樣 會有個需求 什麼需求 我要先把每一行的資料先切開來 所以我就先把這個 這個就是每一行資料 並且去除換行之後的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每一個每一個嘛 就是這一行 然後如果我要切割的話 那我可以在後面加一個點 點什麼 點Splitter 所以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你打一個sp 他會出現嘛 然後你點兩下 在這個裡面呢 你可以再加一個d點 好 這樣的話意思是說 也幫我把這個資料的 把它切開來 變成一個什麼 一個串列 所以記得喔 他如果有一個d點什麼splitter 然後哪一個符號 那記得前面一定要有 他因為他有return值 他return回來的話就是一個串列 所以你記得前面要加一個 一個串列的變數 在前面 我習慣什麼 第一次是lis1嘛 那如果再產生的第二個串列的話 那我習慣叫lis2 等於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lis2就等同於什麼 把這個資料有沒有 切開來了 然後裡面的話就是 分別像這樣的切開來 然後鎖影子的話這個是0 這是1 這個是4 那我要取的是1跟4 那怎麼取1跟4 很簡單 就是呢 底下print的部分 就是把這個串列的第一個 這個串列第一個 怎麼表示還記得吧 中瓜糊 裡面放個1就可以了 用來表示什麼 我要的是這個串列裡面的姓名的部分 然後中間我就串接一個豆點好了 放一個豆點 然後再加上什麼 加上lis2裡面的最後一個 那最後一個就是4嘛 所以你可以把這邊改成4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 理論上應該完成了 所以我就取得姓名跟手機 那因為姓名跟手機 裡面看起來應該是文字啦 所以我就不用特別轉型了 好 這樣應該就寫完了 如果我要的是 姓名跟手機兩個欄位的話 好 那我這邊其實是可以再增加一個 切割 然後前面用一個lis2去接他 他幫我切過來之後 再去取得1跟4 然後就先取這個嘛 姓名、手機 然後換下一個的話 就變成他的名字 跟他的手機 然後再換下一個 依實類推 OK 好 那應該沒問題啦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把它print出來看一下結果 看對不對 對 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得到的結果的話 這底下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話就是姓名 手機 只有兩個欄位 也就指這個放到這裡 這個放這邊 然後手機 再來的話換下一個 直到最後一 所以這邊其實就是剛剛 十個會員的姓名跟手機 那又變得更精簡 OK 好 那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 那我剛剛主要是加這個 跟這個 把它切了之後return過來 然後再把它取1跟4 中間加豆點 就得到最後的結果啦 OK 試試看好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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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